大家好 欢迎回到我的频道 频道原来的名字 大洋新闻 现在有另外一个名字 同时都在用 月歌南方浪 有请朋友们继续来支持 关于江苏铁链女的事件 其实官方第五次通报 出来之后依然质疑声不断 但是因为 俄罗斯的军队入侵了乌克兰 这个事情温度就迅速的降温 让位于热战了 对江苏来说 很大意义上也是一种解脱 在3月1日可以看到 陕西又出现了一个铁龙女的事件 当地的官方目前来看 反应是比较的迅速 应对渔情似乎也 汲取了江苏方面的教训 希望这个事情 能够有一定的解决 关于江苏封县铁链女的事件 过往我做了大量的采访 朋友们在我的频道里能够看到 因为我尝试着去接触 中国大陆的一些前调查记者 调查记者 他们给了我一些线索 也给了我的一些很好的思路 非常感谢他们 我个人在油管的社群里 留了一个帖子 就是说我个人的看法了 这些记者 前记者 仍然有记者的一个本色 一个底色在那里 而且在他们身上 可以看到新闻专业主义 仍然在闪烁着光芒 他们区别于 我得说区别于某一些人吧 他们并不是说瞎话 并不是搞一些阴谋论 还是在实实在在的 做一些事情 在今天的节目中 您能够看到 其实我一直在 想把它放出来 但是这一位当事人 因为他有一些顾虑 2月12日之后 他就去到了云南省的福贡县 做一些艺术方面的调研 同时呢 也了解到了 小花梅的相关的信息 包括现在互联网上 一段十分多钟的视频 小花梅的舅舅 在那里介绍相关的情况 其实就是这一位先生 释放出来的 那么现在他已经离开了福贡县 他个人觉得是 比较的安全了 所以我们就把这个片段 做一些剪辑 把它播放出来 也算某种意义上 我觉得也是我这个频道 我本人对 铁链女事件的一个交代 也是对这一位受访者的交代 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 像这样一位先生 他去到了实地 当然也包括邓飞先生 此前的古语乎 包括很多关注这个事情 我们这种普通网友的 一个在线的追问 在线的直击 才有可能让人口拐卖 在这个所谓的历史的罪恶被终结 或者至少至少吧 被反思 被真切的感触到 当然虽然江苏方面的第五次通报 引发了社会各界的质疑 但是透过陕西鱼林的一个快速反应 至少说这个事情下来 从铁链女到铁龙女官方的处理 目前目测来看 是呈现出了些许的亮色 不过这些事情理论上 都是结果导向型的 还是以结果 你做了什么事情 得到了什么的结论 能不能让大众幸福 这个是所谓的 真正意义上的一锤定音 就个案来说 当然大家的关注 能够撬动一桩是一桩 能够解决一单是一单 能够让这一些命运多舛的当事人 以及他们的家属朋友 最后又有一些 更多的人生的期待和希望 这个也是大家关注的一个要点 简单介绍一下这位受访者 前面提到了2月12日 他就去到了福贡县 他是一位摄影家 是一位艺术家 在中国摄影家协会 他的会员的资格 有十多年二十年的历史 也是一位前媒体人 这位摄影师艺术家带来的消息 现在比较突出的一条 就是小花梅 随他母亲改嫁 去到的福贡县的亚古村 以及小花梅舅舅所居住的普洛村 现在已经被封锁起来了 外边的人要进去是很难 这位摄影家就表述 这个是当地以疫情防控的理由 做出的一个决定 那您可以透过图片 看的是比较的清楚 也让人联想到当时 董基村也是以疫情防控的理由 做了一些封闭的处理 外边的记者 公民记者 要想去进入村子 了解铁链女的家人 是比较的难了 当然央梅是能够进去的 而在普洛村 亚古村 丰村这样的背景之中 这一位摄影家 此前放出来的十余分钟的 与小花梅舅舅的一个 聊天的视频 就显得弥足珍贵了 我和这一位摄影家 交流的时间是 2月23日 也就是江苏省委省政府的 情况通报 出来之后的第一时间 聊了非常的久 一个多小时 所以有一些音频太长 没有办法去做 非常详细的一个剪辑 这一位朋友 特别透露的就是 2月17日 他去到福贡县的浦洛村 与小花梅舅舅交流的情况 他掌握了第一手的信息 他觉得有必要 在江苏官方的通报之后 让社会各界了解到更多 第一手的情况 包括小花梅舅舅 稍早之前 2月17日 对江苏官方一些处理的质疑 包括他对李莹的照片 以及铁链女照片 他所持的看法 能不能就介绍一下 您目前的这个 一些经历 以及心理的感受 第一个 现在是国内的 就是媒体的环境 以及这个舆论环境 都和十几年前是不一样的 那么我作为一个艺术家 在出行的时候 在去拍摄的时候 我会严格的遵守 我们国家有关的法律法规 那么我没有记者证 我不能去实施任何采访 但是我可以去有 拍到片的权利 我呢是希望去拍摄 走私人口家庭的悲伤 那么我也希望能为这些 失去亲人的家庭 献上一点爱心 去帮他们去做一点实际的工作 所以才有了这样的一次形成 那偶遇小花梅的舅舅 也是我的一个 艺术拍摄其中的一个环节 您能不能就分享一下 介绍一下 您在和小花梅舅舅有几次见面 见面中有哪一些交流 那么第一次呢 小花梅的视频的拍摄 是我的一个伙伴 她去录制的 我在另外的一个地方等着她 那么我们之后交换了意见 我也看了有关的视频资料 包括照片的资料 她认为小花梅的舅舅 是不承认小花梅 就是现在的铁链女 那么为了核实这个事情 我呢第二次呢 又访问了小花梅的舅舅 那么关于小花梅的舅舅 是否承认小花梅 是不是目前的铁链女 那么这个问题呢 应该是每一个观众 每一个网友 看一下视频 她自己可以判断的 那么期间呢 这段视频呢 差不多有十多分钟 其中呢前半部分 是有肯定的回答的 那么中间呢 她也有模糊的回答 之后呢 她也有回避的回答 那么在这个 判断的这个过程当中 我不能下任何结论的 只能是让各位观众 她自己去评判 您提到肯定的回答 否定的回答和回避的回答 能稍微介绍一下吗 我的描述 也是基于这个视频的实际情况 我当时呢 其实是很惶恐的 来到了这个小花梅的舅舅的家 我其实我更愿意 单独跟她在一起聊一聊 但是呢 还没等到一两分钟的时候呢 就进来了好多人 进来的人呢 我又不知道 他们是什么样的身份和背景 那么我呢 就比较紧张 然后呢 我还得要 心里都很慌张 那么我还得要 互做开心 因为我也不希望 让 就是被拍摄对象 小花梅的舅舅 有很多疑虑啊 我也不希望去 用我的一个 紧张的情绪去打扰她 但实际上我是很紧张的 那么期间呢 有一段 应该是清洗的表述了 她舅舅指着 铁链女和李莹的照片 当然这个照片呢 有些网友说 说我打赢的并不好 说是那个 李莹的那个 照片和这个铁链女的照片 都被修图软件给修过了 但是我 我不是专业人员 我不能判断 在我看来 李莹的 我打印的照片 李莹的照片 和这个铁链女的照片 和这个原来的视频 应该是大致相同 小花梅的舅舅 指着这样的 我的打印的照片 她摇头 而且说 这不是 她的小花梅 这个是肯定的 后来屋子里 见了人 大家呢 都是在推诿这件事情 并不愿意去 正面回答这个问题 那么在之前呢 我也 拍摄到了 小花梅的舅舅 说 关于小花梅是谁 这样的事情 她现在不能多说 不能像上次一样 那么多说 她接到了 某些方面 给她的电话 她也接受了 央视的 充分的一个采访 那么 鉴于我对 就是被拍摄 对象的尊重 我呢 并没有去 去过多的 去 去一定要求她 回答什么样的问题 那么您提到 她肯定 否定模糊的变化 特别是第一次 肯定了说 照片上的两个人 不是她的小花梅 是在很多人 进入到她房间之前 还是 进到房间 进入房间之前 那么 进入房间之后 所以她给到了一个 否定的答复 是这样的一个 时间链条吗 进入房间之后 她也没有说 明确的否定吧 她只是含糊不清 其中您的视频 有显示 有一位穿蓝色 这个运动山 或者说叫冲锋衣的 一位女子 那个是 感谢说是村民吧 因为我并没有 去询问她的身份 但是您注意到了 因为您视频中 事实上能看她很清楚 对 她是否认 或者是回避 有关任何小花梅的话题的 您提到第一次 您有一位同行者 在现场拍摄视频 她也指出 小花梅的舅舅认为 照片上的两位女性 不是铁链女 那么当时您在现场吗 我当时我在另外的一个地方等她 我还有其他的事情 我并没有 在现场 并没有跟她 那个同时都在现场 第一是她没有带图片的 第一是她是把手机的照片 出示给小花梅的舅舅看 那张照片还是视频 是铁链女的相关的视频 还是说也是铁链女和李莹的照片呢 据您的了解 我认为这个照片和视频 它的区分并不大 我们在给人家 再去看相关的影像资料的时候 判断一个人是谁 她并不一定 必须得要是动态的 或者是静态的 民众的呼声中有很重要的一条 就是让小花梅的舅舅 包括她的小花梅 童母义父的妹妹 去做一个现场的滴血认清 或者说做一个现场的团聚 和铁链母在一起 这个 您在和小花梅的舅舅中 您有没有把这样的一个呼声告诉她 或者说她有没有透过一些渠道 了解到这样的一个情况 或者说她自己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愿望 我跟她在交往中 她舅舅说出过一次话 说她是愿意 去通过血型 去来证明铁链女是不是小花梅 后来我更正了她 我说这不叫血型 这叫DNA 这个问题在当今来讲 并不是一个太复杂的问题吧 正像我们每个人主观的常识性的判断 她也架不住有更权威的结论吗 是不是 她有没有被提取相关的厌财 比如说血液来进行DNA 这个您有了解吗 小花梅的舅舅 至少在我离开之前 她并没有这样的结论 就是说在2月17日之前 根据您的了解 是没有某一些部门 去小花梅舅舅那里 提取相关的厌财或者标本 来进行DNA的检测的 是这样理解对吧 这个问题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如何回答你 我并不知道详细的情况 她没有说愿意去到封县去做检测 她认为她和她的血液 和铁链女的这种血液 就是亲属上的关系的识别 应该是在当今科技的状态下可以实现的 这个事情官方是希望一锤定音 这是官方的一个态度 那么现在因为您在社交平台上 发布了不少的消息 这个事情其实一下子又得到了聚焦 那么有些人就是说 这个背后是不是有些政治因素在里面 那您怎么看一些网友这样的一个评论 我认为一个人也好 一个社会也好 一个民族也好 一个国家也好 他勇于面对事实和真相 这样的人 或者是民族或者是国家 未来才是有希望的 当我们用常识可以判断的东西 或者是感官直觉可以判断的东西 一定要变得很深奥的时候 或者是很玄虚的时候 或者是拘心怀彻的时候 那么我认为这样的社会环境是非常糟糕的 不能去称之为和谐社会 当有人想要把 我说今天是晴天 明天会下雨 就像常识 定性为境外势力 别有用不清 是一个荒谬的 也是我们这个社会存在的耻辱 是一个民族的耻辱 以上就是我和这一位摄影家 这位艺术家 进行交流的一个最核心的内容了 他批噜噜的 其实很多是独家的消息 但是因为 大众的目光已经转向了乌克兰 所以这样的一些消息 恐怕 它的价值要更晚一点才能够体现 希望这样的价值能够得到体现 这位摄影家所强调的一个常识 也许就点到了我们很多人的痛处 很多事情可能并不需要去讲大道理 甚至一些逻辑的思辨都用不上 摆出常识 有一些疑问就能够得到扩清 有一些事情的走向 就能够得到一个理性的判断 很多时候缺的真的就是这个 再次感谢朋友们 对我和我频道的支持 有请朋友们多评论 订阅 点赞 转发 打赏和会员支持 因为对一个 讲常识的频道来说 要走得远 真的是离不开各位 一个帮忙 谢谢朋友们 感谢观看